如果你是真的想購買的 可能播放一下網易也會更好一點 因為網易始終在接下來貴檢 它都有機會是一個染藍的業館 當然它熱了很多貴的 起碼有一個憧憬 看看會不會給騰訊 給3690會多一番憧憬 看看大家有沒有興趣 好 你覺得這一轉星是炒貴檢 還是炒業績呢 我想一定是業績先的 你看到走得挺快 而且它交出來的數字都不差 大行出來都說看得很好 我看昨天收到大摩 它說看140元美金 其實昨天如果我們看回 美股那邊收到10多 大概低那些位置 變成它比上升空間都挺大 而且你會看到它最新的業績裏面 都提到很多不同的遊戲 都好像說得很厲害 Hara Potter 因為它說Hara Potter 其實是去九月才推出的 其實你想想第三個是九月 即是用了一個月而已 但是都說有個推動力的時候 遊戲不會玩一個月的 起碼玩 不要一季 起碼玩年計 大家就會憧憬 會不會接下來第四季 或者明年第一季都會這麼強 還有網易 它做海外那邊都做得不錯 它好像什麼Lot of the Rings Hara Potter那些 它們的大名真的被它拿 是的 Lot of the Rings 它在不同的海外地區都已經進行 至於Hara Potter 現在在中國 接下來都會做海外的 我想這件事都是網易的優勢 因為大家都明白了 內地剛才也說了 你要審批遊戲版號 那些很多東西要做的 但如果你說搞海外的時候 可以直接就已經出去了 變成又會多一個飯數 我想網易就是贏就贏了這樣 還有出了業績之後 剛才也說了 它又會分拆那個音樂上市 又多一個飯數衝勁 所以你看看 會不會回到十天線的位置 大概168元左右的位置 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買一買